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的神奏 上个星期就是杰斯因为有事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一起做节目的 但是这次又看到神光 就是神彩飞扬的杰斯 杰斯你好 是吗?你看到我很神彩飞扬吗? 不好意思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是吗?OK 是啊 上个星期因为我有点事 所以就夹不了时间做节目 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星期会不会有 一定有的 就是commitment来的 是的 是的是commitment来的 所以大家现在星期六看到了 在台北时间 可能在温哥华早一点 之后就是下个星期会在台北时间 星期三播的 希望大家注意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这个节目 跟大家见面的 是 不翠不孤也不散 那我们继续努力 OK 正啊 是 这个星期会讲什么呢? 我们就这一节 短短的半个小时 再有时间讲讲这个 民主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也都要讲一下 习猪头再次重出江湖这件事 那先讲一下美国 美国大宣大家都很关心 今天8月19日 19、20、21、22、24日 就是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大家知道在资加哥举行 那我看到整个感觉就很奇怪的 那左派媒体就说 看看民主党大会 多少前任的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都捧场 看看共和党的党代表大会 以前的小布殊都不是捧场 你们党是分裂的 我觉得这个讲法很奇怪的 因为第一件事 来不来这个地方捧场不是重点 有没有民意的支持才是重点 我们不是讲这些大佬捧场的大会 不是讲全民的选举 第二件事就是 特朗普一向跟小布殊的路线不一样 就是小布殊是干预主义 特朗普就是非干预主义 也都不是孤立主义 变成情况两个地方是很不同的 那些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 很触目的 当然就是看到Carmen Harris的演说 但是你看到他的演说 基本上都是空的很多 我们所知的是什么呢? 派钱、派钱、派钱 就是大家如果第一次买房子的话 2万5千元这个美金 派给你首扣族 似足林郑月娥似足国民党侯友宜 就是先派钱你买房子锁定你 那这一派钱通货膨胀就会来的嘛 这些东西他不来的 他好像对经济这件事一窃不通的 另外就是说政府要提供签的建商 去做税务奖励起楼 始终习近平社会主义住房官 那当然这种今天的做法很荒谬 要打击通货膨胀问题 莫过于降低油价 但是他出的资料数就是 叫做补贴、奖励 那你不断付钱出去的话 这个通货膨胀的循运 就是不断的增加 另外就是说最令人惹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你用这个关税的情况 那他又不想用关税 他认为特朗普一直到拜登所做的关税 惩罚性关税 对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都是会转价代价给日本 是给美国的日常的商品 和生活的必需品 他估计每个家庭 每个家庭 每年都要多付出3,900元美金 于是似乎他又想叫停关税的迹象 这个是一个讯号弹 因为美国对中国来说 除了贸易账、关税账之外 还有科技账 科技又怎样呢 科技限制、科技措施同样道理 都是在冲击着 这个是美国的日常商品 和生活必需品 是不是全部要停止呢 再加上Tin Walsh华之 华人他中文是什么叫田华 田华如果用国语读出来 田华 田华、田华、田华、田华 他以前在中国二十几年的时间 做生意 暑假美国学生去中国收真人 接着去佛山第一高中 讲美国历史英文呱呱叫 人家六四就是哀悼点蠟燭 他不是 结婚到蜜月 什么之所谓 喪事当喜事吧 然后整班人在这说 他无望六四 这班左家人神的 你会不会将你的结婚 还是在六月四日六四周年结婚 接着还会飞去中国 Honeymoon的呢 各位这些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你看到很多人的 然后整班Marco Rubio 整班人开始调查这个天 除非他告诉大家 每年六四结婚周年那时候 他和两夫妻都是默哀的 那这样就帅了 OK 默哀的点蠟燭就帅了 那你是不是 那时候吹嘘有些 我不说哪些人 有些美国的年轻的一些 advocacy的人就说 他很支持这个人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支持这个香港民主这个 人权法案 怎么会唯一一个 他共同化的人之一 大家趁虚而已嘛 接着你说他和黄之锋 达勒拉玛拍过照 拍照这些事情呢 就很简单的 你把那些刺绊公仔 旁边都有拍照的 AI都是合成的 OK 所以绝对不是一件大的问题 那你说 他有很多政策 都是提出一些法案 反对共产党 其实这些是很跨党派联署 而不是只是他一个人 所以他本身对中国的态度 是一个关键 再加上你看到就是说 小罗伯甘乃迪 就是最新的消息就是 很可能会 我做节目的时候 在阿里桑那州 举办的一个造势活动 他会退选的 他退选的话 有部分人就可能不投票 但是他的支持者 大部分是支持共和党 多过民主党的 据言之川普会得利 那他现在跟川普在讲数 那究竟呢 他退选之后 支持川普 支持川普 究竟会不会 拿到他自己 和他的党友的新的政府职位 和州参议 参选的州长那方面 会给一些不同的政治的分配 这些他自己谈 但是民主党的党 代表大会做一个觸目焦点 就是克林顿 克林顿 垂垂老耳 上能犯否 声音沙牙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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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川普cer into Trump 比川普高 但是我自己看 喂 不要用年齡劃善 有些人八九十歲都是神彩飛躍 有些人五十多歲未老才衰的 什麼人都有的 還有最重要是人是那個 你的政見、你的道德 你一直走來始終如一 這一點都是重要的 所以這一點我都覺得有沒有搞錯 就是要踩自己來插回對手的刀 你看到希拉里也出來說話 你會看到佩洛西 佩洛西也有說話 中間有一段影片播放了郭台銘的 因為在這個《克林頓》講義之前 那段影片 我覺得郭台銘 答應了 被特朗普答應了 在威斯康辛建廠的 有一齊跟特朗普剷土 誰知道原來是一個詐騙案來的 民主黨就說 看看共和黨 看看說的東西完全無法送出的 這件事情真的無法送出的 我不會說錯的 這件事情真的無法送出的 他雖然說搞到台灣的肌肉 但是張宗謀呢 我想問 我們逐個計算吧 張宗謀今天為什麼呢 德國有開廠 你也不說啊 阿里桑那有開廠 你那些說不說呢 那些說紅盤有開廠 日本、德國、美國都開廠了 那你那些說不說呢 所以我就是說 全部的東西是選擇性的樣子 就是 妖言惑眾了 今天Day4 OK DNC是Day4 你看到整個民主黨的全國大會 就是一個迷惑人心的一個大會來的 OK 全部 只是看到所有人在那裡包裝那些大話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毫無疑問 這幫人是大話專家來的 他們可以把這些大話包裝到很漂亮的 我看了四天 我看了 就是我覺得內容已經是沒有 不是說太重要的 講policy的 其實其實 其實 賀錦麗去到這個時候 其實policy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打 我覺得打幾樣東西 她的性別 她的膚色 暫時看到是好像無邪可擊的 這個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其實就是 她從拜登退選到現在大概已經一個月 這個月起碼 我自己覺得就是 事實上 她好像還沒有什麼脫掉東西走出來的 她是表現得很好的 但是我很想說的就是 你會看到這個女人是一個鼓滑人心的 一個很邪惡的一個大話精 讓桑普繼續講完 嘩 不用 不用 你好像還沒講完 是 我看到奧巴馬也在諷刺特朗普 也是她說得最厲害的人 甚至是用一些不聞的東西說 你看看我上面 下面 下面都不行 下面都不行 意思就是說 就是性能力有問題 你說這些東西 左媒就不會說 那這些歧視人啊 那這些呢 就是對於這個男性的不尊重 那人家的性能力是怎樣 跟做總統的關係呢?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關係 還有這個東西 你就知道 人家的私隱的東西 你就明白 我都不會說李家超 就是已經有喪失性能力 我都不會這樣批評人家 我不知道的人不會亂這麼說 雖然我很討厭她 但是你奧巴馬說這些東西呢 沒有人有那些Fact Check Center 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那些Fact Check Center 那些Fact Check Center 終於是特朗普說了幾十個謊言 那今天奧巴馬說了幾十個謊言呢? 那今天奧巴馬說了幾十個謊言呢? 還有一些ungrounded的一些allegation 沒有說的喔 真是很有趣的這幫人 接著 有幾件事要注意的 一件事就是DMC呢 他修改了黨綱 他就是台灣人很high的 就是什麼呢? 恢復了以前的一宗政策 重新提過對台的六項保證 首度加入六項 列根時代的六項對台保證 這些這樣的東西 其實一向都是跨黨派共識 你加不加入政綱 都是叫lip service 那就是說謊言 這些假大空的東西 你一向都是高大全假大空 我還一直講這麼多年的 但是我說 今天當台灣有難的時候 你們在哪裡呢? 今天你看到烏阿拉 你看到這個以色列 你看到各方面的東西 他們醫院波的程度是怎麼樣的 大家都明白 所以我們會對美國的很多東西 真是不同的領袖 會有不同的方略 那你說特朗普 你不要太看好特朗普 特朗普會出賣台灣的 特朗普會放棄台灣的 因為他說要收保護費 要收保護費 就代表放棄台灣 大家要 read between his words and lines 你看回他北卡州最近的演講 他重新提過這一點 有人問我去到北約那些國家問 我不給錢 你是不是不支持我不防衛我呢? 今天特朗普就說是 你不給錢 沒得防衛 有你被人打 哇你有沒有搞錯啊 美國是不是想放棄全世界呢? 各位這些叫做什麼呢? 整班契弟在那裡想不給錢 搭便車 美國防衛是應份的 一元都不用給 這些很難看的 最近我和赤斑明虎做節目 他都說 就是我們大家都明白 特朗普就是說他不會放棄保護台灣 但是他不會給台灣的信號 就是說你可以做 free rider 你要給錢 給多少 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5%你可以減到4% 3%就商量了 但是絕對不是說你一元都不用給 依然顧我躺平內卷45度人 不是 台灣最近都已經做了他的本份了 不用美國人出聲 最新的軍備的開支是7.7% 高過經濟增長的大哥 市務前例這麼高 所以已經交到差的了 已經交到差的了 軍費 台灣的軍費達到GDP的2.5%了 是啊 那麼我們看一下這個時間表 還有是不是可以要這麼多呢? 大家討論而已 其實台灣交到差的 起碼交得好比德國 德國減半 北約軍費要剪一半 怎麼搞的? 人家在依然你 你什麼錢都不給就搭便車 哪個對哪個不對 大家其實覺得哪個fair一些 我覺得做人要fair 你要給錢給別人 你要換一些東西回來 這是 trade 這個很正常 你覺得 trade很邪惡 那哪個善良? 前線追善良 是一場什麼的戰爭呢? 如果你用足球的比賽 烏克蘭對俄羅斯 烏克蘭只准防守 就不准進攻而已 你民主黨主導的方向就是 我一直不斷地給你軍火 你就想好怎麼跟我買 或者怎樣去融資 你就給我買 買些軍火回來 只准防守 不准進攻 然後你告訴世界 只要你守得好 這場球就贏了 有沒有搞錯? 大佬 大佬怎麼修科? 這個就是民主黨的方向 那已經講完了 OK 今天就是一個無止境的戰爭 是啊 跟著現在大家知道 我問一下 持人不顧 日本政界 覺得誰當選機會大 普遍認為特朗普的 我先不要管民意調查 其實很多水分在裡面 我知道 你大家拿個常識去看 還有你看回 馬斯克在這個Twitter上 就是現在X 做了一個網路民意調查 通常就是 你網路民意調查 你是支持共和黨的人 就是有38秒 跟著支持共和 民主黨的人都是34秒 在用X的 結果發現七成多的人 都認為特朗普會贏 他們會支持特朗普 而且都認為特朗普會贏 兩個人都會有 而你在歐洲來說 大家知道 尤其是湖南更加知道 所以他現在怎樣呢 打富士黑 打富士黑 拿到整個香港九龍新界 這麼大的地方 跟著你民主黨就隔他 我看到的就是 是啊 我不敢做 哪有籌碼談判 你想想 喂 我不拿這個地方 派無人機炸這個莫斯坊 怎麼擾亂俄羅斯軍事 因為你進攻嘛 你進攻就不適合他河車 他那些不知道是什麼道理 即是說話就爆火了 就是這樣 你跟別人說 你我不可以進攻別人 只是讓別人進攻我 你就是在建築 神經病 這兩件事是交戰 現在我認為 湖南這樣做是合理的 我們湖南人都會支持這樣做 那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今天就等於有籌碼手術 現在籌碼不夠大 說真的籌碼 因為他喪失了土地很多 他拿到的土地很少 那就是了 那個土地有幾個重要特徵 一有核電廠 二有西氣東樞的重要本土的樞紐 第三件事就是 你炸了抓了那些人 中高級的俄羅斯軍官那些親屬來的 其實是前線拿著 所以其實都有一點反彈 你在民主黨的主導底下 這場戰爭的結局 很大可能就是二戰前 大概四零年的蘇台德事件 再發生一次 就是拿領土來交換和平 但最後那個和平是不是真的拿到 一年之後整個捷克都被德國吞併 這些是歷史 重複又重複 今天民主黨就是在帶著挖爛去一個這樣的命運 是啊 這個就是這樣的情況 甚至我最近看到彭斯 Mike Pence寫一篇文章 在《華盛領郵報》 和一個叫什麼? Ed Foner 就是他是一個傳統基金會的創辦人 他寫一篇文章說 美國必須堅決支持台灣 反對任何孤立主義觀點 其實暗覆特朗普 他說背棄了台灣 將威脅美國和自由世界安全和繁榮 他說學校五十年代的馬亞塞 抗共挺台是印太戰鬥的基石 他說現在的情況是令人擔憂的孤立主義 棄台灣甚囂塵上 因為有些人 他又不講特朗普 有些人說美國和台灣相距9500英里 是相當遠的 但是台灣和中國更近 他說這個是很危險的一種說法 他說如果台灣淪陷的話 會形成核武的競賽 Nuclear weapon的armament racer 而且這個各國會擴展他們的核武庫 這件事情我覺得他不通的 他一直說特朗普是陷於孤立主義 這個就是所有的撞媒 Isolationist 他不斷地說特朗普是孤立主義 特朗普怎麼會孤立主義 如果孤立主義 他會和北韓金仔聊天 他會打炒ISIS那些垃圾的人 他真的會干預到各國的內政 他都不是干預主義 不是什麼樣的打通 譬如你問我 沃蘭這場戰爭 特朗普就認為 拜登當時吻了一個說句 不應該說的話 就是希望將沃蘭納入北約 這樣的地方 你會使得觸動別人的疫論 就是別人的Russia旁邊 沃蘭是一個緩衝區來的 你北約已經不斷東擴這個事實了 那你應該停在那個地方 你要向前逮捕不行 特朗普和Putin就說了 我就不會讓這個沃蘭加入北約 但是你如果因為這樣 我答應了你這件事 你敢動這個沃蘭的話 我一定會打查你 核沉你莫斯科 那普京那四年就不動了 好了 拜登一上台就說 我要北約條線 去到沃蘭和俄羅斯邊 那俄羅斯就有藉口去做 侵略永遠是錯的 我不會為這個普京找藉口 但是你挑起別人的這種侵略意欲 好了 去到特朗普的時期 會和Putin怎麼說呢 總之呢 這個停戰 比照1953年的韓治模式 停戰 交換地方 換土地 換囚犯 停戰不要再打了 但是呢 我不會讓這個沃蘭進入北約 但是你敢打 我就打你莫斯科 這個情況 武京就停手 他有下台階 現在呢 俄羅斯軍心而活動 因為很多中階級的官員 那些軍官的兒子子弟兵 被人抓了 他們開始害怕 他們撞到drone上 無人機襲擊這個莫斯科 其實不可能做得好 但是這麼久才做 為什麼 因為美國在這裡勒著 他不讓他做 好了 現在我不管你 你在民主黨怎麼這麼說 沒有人管你 現在沒有人管廢登了 廢登繼續廢下去 只剩下幾個月 沒有人尊重你的了 就是你基本上 第一你不會再歸位 你的政策也沒有辦法延續 然後你自己發號不了司令 其實現在這幾個月 是很可怕的 就是隨時有些癲療 隨時拿你幾個月 去襲擊其他地方 會引發世界大戰的 就是我會怕這件事 但是你說 今時今日 彭斯講的話 我覺得挺台 我覺得不開心 但是講到特朗普是不挺台 你看回特朗普 北卡羅來納州 講的說話 你就知道 你要我去表達 我不撐你 我撐你不撐你 你給錢 如果你要我問我 如果你問我 不給錢 是不是我不撐你 我就會答 我是不撐你 但是你看到智女行奸就說 我一定撐你 但是你一定要給錢 但是我不會這麼說 我一定撐你 你一定要給錢 我就說 你不給錢 我不撐你 那你就給錢 我就撐你了 他整段話就是這個意思 左派媒體折頭折尾 然後就說特朗普不支持台灣 不知所謂 你自己有沒有懂得聽英文 懂得看他每一場的演講 所以我就說 這幫人在想什麼 那當然我也很感謝海里 Nicky Haley 他雖然和特朗普競爭 但是君子之爭 現在都歸隊 一起團結支持特朗普 所以沒有分裂的問題 那他會擴大對台灣的支持 希望他來到台北 也都希望呼籲台灣能夠加段合國 也都承認他的國家地位 那這個當然要靠台灣自己 願意走出去美國 就說我要真是法理台獨 要希望大家承認自己國家地位 那當然台灣沒有去到這個位 是很遺憾的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日印的外長 二加二的辛德利峰會已經在舉行 而且歐盟對中國的電動車 徵收36%的關稅 對比亞迪17% 吉利19.3% 上海汽車36.3% 但是特朗普就是個位數9% 中國當然很生氣 特朗普為什麼這麼少 那些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你補貼多 你補貼補貼補貼 於是徵收你中國車的關稅 所以我想中國和歐洲各方面對著幹 現在希望對歐洲的乳產品 就是牛奶產品去徵收 這個叫做反傾銷調查 所以這方面 未來有很多戲可以看 這件事是什麼看法呢? 我會回去想補充一下這幾天的民主黨的傳播大會 就是 就是 剛才你也說了 就是民主黨爺魚 共和黨分裂 我們 明眼人都見到 我不知道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會見到共和黨的分裂 我自己見到的就是民主黨有一個很大的利益集團在這裡 是這些利益而令到這幫人走在一起 這幫人全部都是甚為邪惡 就是我可以用魔鬼去形容 四天的代表大會 四天的代表大會 我只是見到的就是 這個黨今天是為了要繼續執政的那種不擇手段就是 他們是繼續將一些自由民主的價值是不斷這樣去扭曲 他們繼續宣揚著一種是無底線的自由民主這些價值 我覺得今天大部分的美國人是很壞 特別是那些新移民的美國人 我不斷都是經常 我都重複又重複的就是 美國人今天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怎麼守護自己的國家 就是真的要清楚去想一下究竟美國是一個什麼的國家 但是我想 我想民主黨這幾天開的大會其實說 給我的感覺就是 這個黨是繼續 引領美國去一條錯的道路 那就 當然主角是加馬拉 賀錦麗 但是在她那個接受提名的speech裡面 其實她出場一頭一尾她出來兩次 但是其實 其實policy我想不是這次的重點來的 我覺得她是有一個刻意的策略 她的策略是聰明的 這個是一個很邪惡的女人 我看完之後我想告訴大家 我對她是另眼相看 她是非常之邪惡 她這次的策略是改變了 她吸取了很多 她說四年前 希拉里 輸給特朗普的經驗 她是很刻意給我看到 她不會跟特朗普去糾纏在一些特朗普攻擊她的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這四天的大會 無論那些嘉賓 那些前朝總統 還有她是有計劃的 喂,很瘋 幾乎四天 所有的矛頭都是針對特朗普的 所有的攻擊和抹黑全部都是無理的 喂,子彈之後收斂了一陣子 跟著現在又來變本加黎 正是玩這個妖魔法 OK 喂,說到今天啊 最後那個speech 顛到賀錦麗 竟然可以說特朗普是金正恩的朋友來的 OK 這些指控是離了大譜 那我想她接下來她都是這樣玩 她在玩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是不容易應付的 就是以特朗普的EQ都未必容易應付 第一,她很善用她自己的性別和顏色 然後她會繼續抹黑特朗普 然後勒勒特朗普 讓特朗普自己出錯 但是特朗普的說話 她基本上呢 我想接下來呢 除了在9月份和9月10日和10月份 可能有兩場辯論 她會回答一下之外 隔空她 我想她會 她會盡量避免呢 跟這個特朗普呢 去隔空去罵戰 那她是很聰明的 所以我 我是有另外的看法的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你現在看到搖擺州份的一些 有些的民調 其實她有輕微的領先 那當然我都會同意一件事 因為現在開著民主黨的全國大會 那當然她會高漲一些 但是 但是 是 是 游離票 特別是那些中產那些呢 是很容易上到民主黨的檔 那所以就是 我仍然覺得旗鼓相當 是 比我預期中 這個女人是難對付很多的 這個就是我目前的看法 我 我 我一定要再補充一個 就是 在上這個月 賀錦麗的表現 是比我預期中好很多 OK 但是 但是 這個是一個很善於妖言惑眾的 一個很邪惡的女人 是啊 就是 我很同意 就是她很懂得躺平內卷的方式 就是不斷嘗 講完這些 萬不驚心的東西 而且那些東西完全是 不著編制不重要的東西 你問那些政策呢 我問你了 大家有些左膠支持民主黨的 我問你了 她的中國政策是什麼 說給我先 她的關稅政策是什麼 她對最衛國待遇的看法是什麼 OK 甚至你要問她的基本的東西 比如說 對俄污戰爭什麼看法 對以下衝突什麼看法 她說 這個就 比如說 對fracking 比如這個 水力在那裡強壓 能夠醃硬油的開採的方式 她說不完全禁止 你之前說又完全禁止 現在又說不完全禁止 你Green New Deal 要十年內 要全面100%的綠能 你支持我當時 那現在怎樣 不說 空白 流白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取巧的東西 希望跟不同的 stakeholder之間 達成一些共識 但是沒有人去問的 各個人的左膠就覺得好像有一個專者在前面 就覺得已經替代了拜登 然後拜登隨隨老耳 尚能犯狗 出來哭哭哭 然後整個小小孩 小孩子這樣 接著 各個人就Thank you Joe Thank you Joe Thank you Joe 給他很多鼓勵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老人院 今天你是 正面使他下台 接著通過一個不是民主的方式 產生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不知所謂 就是我覺得投給這個拜登 以前在初選的時候 等於投給Carmen Harris 接著用這個所謂DMC 大家眾星一次 全國人大代表大會 就是這個是很荒謬的事 美國的傳統就是兩大黨 都由支持該黨的人士參與初選 之後拿到門票的 拜登是拿到這張門票的 之後說他表現差別一件事 但是你這樣推他下台 這個是一個coup d'etat 是一個政變來的 而今時今日 我不會覺得 大家會有一個說法在裡面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 如果你要去扣問 特朗普的這個中國政策 第一 他已經列出了幾個基本的幾個點 清晰很多 那你可以反對他 可以支持他 但是他清晰說給自己什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民主黨現在中國政策怎麼樣 台灣政策怎麼樣 沒有的 他說延續 只有你說的 他沒有說延續以前政策的 沒有任何的宣言 而你今天距離真的投票 剩下七十幾天 三個月都不夠 桑普 桑普 你不要問他現在台灣和中國的政策 就算賀錦麗上了台 他都不會有具體的政策給你 為什麼 因為操控他的人才是話事人 話事批在後面話事 他根本沒有辦法有一個清晰的綱領給大家 而這幫人可以拿到最大的財量權在後面 不想講清楚說明答 這些不是選舉 這些是什麼 搞陰謀 搞法的話不得了 還有大家都以為極左派的人 被人奉為德蘭修女 好像一個眾星拱照的一個超級綺女俠這樣 喂 這件事很荒謬的一件事 我知道有很多香港出在外面 年輕的三十多歲的 那就是做一些advocacy工作的人 很吹捧這個Kamela Harris 但是我只是說你這樣的說法 你有一個觀點就是一定是遭受到主流社會的一種白眼 還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不是主流社會的一種白眼 有些事情你要講清楚說明白 你少數派都不要緊 我經常都是少數派 但是你要將你自己的說法 講清楚說明白 不要經常說 他跟黃之鋒打過卡 拍過照證明我要支持他 你看 特朗普有沒有跟黃之鋒打過卡 拍過照呢? 沒有 蓬佩奧才有 蓬佩奧有很多人 那就沒有跟黃之鋒打過卡 你看特朗普是多麼壞 這個是Tim Walser是多麼好 你這樣去比較的話 你的腦筋是不是有問題呢? 是以影響 鍛定一個人的喜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很荒謬的世界 我們要看他的政策是什麼 我想在各方面 我自己看這個節目 我想看這個節目近來有心理的答案 我和結斯都有心理的答案 那未來看看最大的封信是什麼? 做票 過了 過了 兩邊都過了全國大會的了 那11月投票之前 現在還有兩個多月 這兩個多月就真的見真章 但是我想 我真的很強調一件事就是 特朗普其實要想一想 怎樣去應付現在這個對手的策略 如果你輕視了 我本身已經有一套對付拜登的策略 現在你不作調整的話 是會有一點 如果你看到 對上這個一個月 特朗普其實已經有一點點危險了 因為你用什麼去跟他說 你正經跟他說 不正經跟他說 你都會有一點點 因為他是女人 你要回到美國 現在那個氛圍究竟是怎樣 他的顏色和他的性別 我再強調一次 他是一個很有用的武器 甚至美國的社會 可能有一種氣氛就是 我們即將要 迎來一個女總統 好像很帥 我想說的就是 魔鬼不一定很恐怖 魔鬼的表面是包裝得很漂亮的 民主黨一向都是這樣 民主黨那套東西 是很容易包裝得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不是 就是我覺得現在特朗普 其實要想共和黨都要想 不可以輕視他 因為他對手真的不同了 就是我整個 哎太早打低了Uncle Joe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不能夠調以輕心 接下來這兩個多月呢 是很關鍵的 我告訴你 接下來九月那場辯論 不是野小的 OK 就是不是野硬的 那個那個 這個真的 沒有錯 沒有錯 同意的 就是很serious 如果他在旁邊叫一聲 你欺負女人 那你真是 哪裏不用去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 你欺負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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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欺負女人 你欺負女人 你欺負女人 就是他不斷地 脫稿 說一些 就是離開經濟 和政策 譬如說那些墮胎 譬如說你講 Immigration 非法入境的問題 你說人家是黑人 女人 說他不聰明 說他笨蛋 就是你說這些東西 是不會加分 是會減分的 就是這些要表 這些要聰明些 我覺得這些是 好啦 轉一下話題 最後講一會兒 習近平重出江湖 習近平重出江湖 那你重出江湖是怎樣呢? 每個人都說他是不是死了呢? 他是不是被人政變了呢? 那大家知道 這兩個禮拜 我們沒有做喪惡親 神州的時候傳了很久了 北達河會議 現在出來了 太陽出來了 豬頭糞便出來了 那這個糞便出來之後 就說什麼呢? 在越共新任總書記 在國家主席蘇琳禮的地方 聽個遠鏡拍他 是否他拍得不好呢? 那接著有些華春瑩的硬照 發去X平台那裡 他老神在在OK的 接著不僅 隔了幾個小時 央視馬上說 一天做三個活動 接見那些全紅線 整班回來的那些 有些少的尼窩的 不知道什麼事 是不是有毒瓦裡面 我不知道 當然他幾乎變黑了 然後央視那些雷鏡 將黑的漂白一點 說白一點又可以 立刻白一點又可以 又可以了 最終最後就是他自己 本身就是 變成了 依然行 依然有好沒有有力 那當然 你問我 我的分析都是他 一他沒有死 二他沒有被證明 三他大權在握 因為很多的文章 說他已經 含乘量減少 權威被削弱 並非事實 這個事實 但不代表他權威被削弱 含乘量減少 就好像1963年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之後 毛澤東他頭半年 1963年的頭半年 含無量去減少 但不代表他沒有權 那他現在的情況就是 習近平依然老神在在大權在握 另外一方面 鄧小平呢 他整家人呢 全部那些鄧小平的 遺屬遺傷 拿出來 兼命 一百二十週年 命受 出來見一面 習近平跟你聲聲相識 這個此小平 即本小 本近平 本近平即比小平 仍然一樣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聲聲相識的 跟著《球視網》在8月12日 周星期一發表4800字的長文 鄧小平科技思想的歷史貢獻 說鄧小平文革後 在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撥亂反正 尊重知識 尊重人才 然後整幫人就說 整篇文章 講習近平 只是一次講的生產力 其他全部都講鄧小平的功勞 你看 鄧小平奪權 什麼鄧小平 習近平失勢了 各位 不是 習近平拿著整幫流落 捉一派打一派 顯現自己 毛鄧江湖習的道徒 我是漢武帝 我不知道師誠漢高祖 就是師誠漢文帝 漢景帝的 明武 你要知道是這樣的做法 還有鄧小平 不只是改革開放的 還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記得嗎? 堅持馬斯林主義 堅持共產黨領導 整幫那些完全不了解共產黨 還以為呢 就是鄧小平是向前進的 光明的道路走 然後習近平是開倒車 各位我以前和傑斯做北京飯 怎麼都說了 其實完全是看錯了 鄧小平去到今時今日 他都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個就是我最大的批評 我嘗試解讀一下 我同意蘇布說 我和你又是差不多的看法 首先就是最初的時候 很多人都看錯 就是說 搬回鄧小平出來 是不是習近平失勢呢? 但是你看這幾天 如果你深入去看內容 是習近平吹雞去賀這個120歲單身 那為什麼呢?解得到的 其實是在過往至少這一年 大哥那個深化改革 深化經濟改革 三中全會都是說這件事 但是說那支笛都是吹不響的嘛 外國人 外國已經不相信了嘛 因為你的反間 過往這幾年的反間諜法 香港變成這樣 已經沒有人相信 外資不斷地撤走 那你中央已經多次了 李克強還沒死 都一直都仍然是說好 不斷地說完又說 說完又說 就是中國歡迎外資投資嘛 我們繼續會經濟改革 但是沒有人相信嘛 那所以他就藉著一百二十週年 你看這個內容就知道 那個內容就是什麼呢? 他是消費死人是共產黨最厲害的東西 這次繼續也是消費死人 他然後呢 其實他明講鄧小平 實講習近平 OK 有一句說話很重要的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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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 是什麼呢? 他沒有提到習近平 他說鄧小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驅 就是說 就是說 我習近平是一條精蟲的時候 鄧小平已經是跟我一套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就是說 反過來 那些消費死人 如果現在鄧小平還在地獄那裡聽得到 他激到爆炸都知道 然後 他就說 今天我們在延續鄧小平的路線 現在為什麼要搬出來呢? 因為 他說 我們在深化經濟改革的 我們不是在走回頭路啊 你們看錯了 但是 告訴你 這支 這支 都是吹不響的 玩完之後 現在 中國人都不相信你了 經濟改革 現在所有 經濟 經濟改革 車根本就已經倒閒著了 OK 那你 我信你是改革 不過你是把這支 改回頭了 OK C變工 這些全部中央集中 就是在做這個方向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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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 一百二十週年 的始末 就是這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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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習近平失勢 至於 我想再補充就是什麼呢 最近 都不止最近 其實 海外的民主人士 就天天都在說 他死 不是死了都快死 說得很開心的 我 我見到的就是什麼 我見到的就是 你們這些人都出去了 沒有跟沒有強 天天是給一些錯誤的期望 就給那些 真是很想鄧小 不是習近平死的那些人 那就不說了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情 那個我就 我就是 系會可能有些事情 因為呢 我告訴你 蘇林訪問 粵共蘇林訪問 那個歡迎儀式 還有開會那裡 還有 我告訴你 是跟著 慶祝那些奧運金牌那些 你看到那個 那些 那些 央視那些剪接那裡 是有景色的 是有些 跟平時是不妥的 先說蘇林那個 遠鏡多到瘋了 是沒有可能 平常 如果看得多央視那些片 是跟平常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去到開會 拍著兩邊的人馬 在開會 那個鏡頭出了無數的 那麼多次 然後他中間 是有一些沒有聲音的 習近平的 你可以看回 那個習近平肯定 不是現場那個 我幾乎肯定 或者就是他拿幾個鏡頭 然後不斷去撿那幾個鏡頭 很奇怪的 總之就是 還有是沒有蔡奇和王毅的近鏡頭 OK 這些不是平時一個 就是外國元首都報 那些新聞片不是這樣拍的 至於慶祝那幫金牌運動員 你又發覺那個 如果那個真是習近平替身 那個真的做的那些戲是over了 那個是有聲音的 那個是說到微飛色舞 那個不是平日說話的那個習近平 你有空可以再看 遲了18分鐘的片 兩條片都是很不尋常的 但是我不覺得他是下台失勢 那些什麼 最近就吹胡春華 那這些都是外國的 我覺得在外國的民主派人士吹出來 沒有的 你又在那裡令人想聯想起胡春華 就是今天的劉少奇 OK 但是我會這樣回答你那些在外面那些民主人士 我覺得 就算是有今天有21世紀的劉少奇 都不是這個時候 習大帝還沒玩夠 還沒玩倒 我告訴你 這件事你不需要這樣猜人 你都不是真心的 那些所謂的海外民主人士 都是搏點擊、搏標而已 就是那個聳動主題 講那些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 哎呀 跟那些人不需要認真 他們只是一幫想賺錢的人 那這幫賺錢的人 我最討厭就是說 為了賺錢搞一些聳動的標題 那希望什麼呢? 就是講假話找真銀 銀是真的 畫是假的 就是這幫人很樂意做的事情 其實這是作業的 我覺得這種事情是荒謬的 我會覺得是今時今日 我會同意你的 你說習近平是不是有 身體有問題 你會發覺到他有異象 可能是 顏色沒那麼好 有 我會覺得有 這個不是覺得是好客觀 我跟他比較一下 不跟他想的 他真的變老了 還有身體有微弱的 有 但是你會不會說 今天已經死了 被人鬥下來 他政權有動搖舞 是 你有很多的民變 兵變 什麼軍變 或者政變的一些可能性 這些所有專制獨裁國家 一直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動不了 幾大戰區 五大戰區 三個之間會來調 將來調去 始終1973年 毛澤東八大戰區大的將領互調一樣 跟著你在很多打攤 什麼惠州 什麼是河北的唐山 貴州貴陽 哇 連續幾屆市長全部落馬 什麼在惠州 七十個常委 七個常委全部打攤下台的 這個制度照樣運轉到的 照樣繼續來的 因為為什麼 全部都是一黨專政 一人獨裁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怎樣 除非你告訴我 反抗 中國人說幾多都沒有用 是 幾多個字 幾多個四通潔 幾多張白字都沒有用 反抗 你不反抗有什麼用 推翻這個黨 說清楚一點 是推翻這個黨 如果那些人在外面 你有勇氣去說這件事 甚至去做 這樣就差不多 你跟我說 你說 喂 你現在跟我暗示 胡春華上來了 有希望 我頂你的肺 胡春華上來 如果要坐亂那張椅子 他都要繼續去合理化 習近平的存衛 大哥 就等於習近平 今天都要說 鄧小平 鄧小平也要說 毛澤東 是一模一樣的 大哥 再說一次 黑社會是沒有好人的 大哥 你不要吹捧胡春華 要在黑社會裡找些聖主賢君 要在教父之中找一個 沒那麼邪惡 不賣白粉的 你是不是瘋了 你真是 今天你們 整班人 全部的意識形態就是覺得 喂 我們要聖主賢君 三千年來 張江文化完全沒有消滅到 就是一幫這樣的中國人 有這樣的中國人的精神 一直就會這樣下去 所以我不會看好這個民族 這個地方 未來的前途 我們會有很多的意見 會有很多的想像 但是落實不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幫人 十四億人在那個地方 尿尿可數 如星塵 還要少於星塵 少到是怎麼樣呢 只得幾個劉曉波 709律師李旺陽 少數好幾個人 當然外面那幫民運友善 第二節會講到 嘩 每個人都變成共諜的 當然不會每個人 還有少數 可能會好些 但是你看看 嘩 一喝眼淚 所以我就說 香港人不要變成這樣了 香港人有一面鏡在那裡 不過我們今天 離散了香港人 絕對不會發生 不要說絕對不會發生 香港的 夜話 記住一件事情 當然會發生 人性是共通的 就是今天你年紀多輕 多大都好 人性好都是共通的 我們謹記這些所謂的人的教訓 不要從刀他們覆轍 這個就是我的結論 好吧 那我們就休息一會兒 回來還有第二節的 新桑在神州 在傑斯頻道 好 一會兒見 在傑斯頻道 到啦